大马sir是否有内地新闻? 现在就谈谈内地新闻 首先第一个新闻就是外交部 外交部就说 中方愿意继续为推动 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外交部发言无令回应有关 乌克兰局势的提问时 就表示 中方对当前局势发展感到担忧 呼吁相关各方 通过对话 大马sir 刚才你信号麻麻,通过对话是什么? 刚才红色的信号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通过对话是什么? 不好意思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解决分歧 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 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因为无论口 如果继续为信号 一会有出于以上破坏 另一批新闻 新闻政策 中德建交五周年 习Y Putin 与 斯泰英、马逸加枢 coherence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 中德品词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进两国关系 中方高度重视与德国关系的发展 愿意与斯泰因马尔总统一起努力 以两国建构50周年为一个契机 继往开来,继续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一起迈向一个新的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斯泰因马尔也表示 中国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德中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 继续合作就好了,没有什么脱钩 这个姿态因马尔就很有趣,他之前被扎列斯基彈中的 这个就是被乌克兰铸德大使 帮你尼尼克,就说不欢迎你,你找你老头 这个索尔茨来 他和索尔茨的党友来 结果整个德国的政坛震怒 所以我们经常说,扎列斯基,你究竟是故意叫那些年轻 那样说,还是你的年轻是不受你管束 你很不大气 显示到这个国家有整张图,说是蜗牛 笑人,其实我是很讨厌 说句老实话,我是很讨厌 你是很惨,你是水深火热当中人民带 你这样显示到你国家是比较不大气 很讨厌的又有另外一件事 英国官员指中国利用科技私家控制 是不是这个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外交部就称毫无根据 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 佛来明警告 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主导地位 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行动 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 他在伦敦一个智库发表讲话 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 利用经济和科技影响力 在国内压制并在国外私家控制 希望透过索造世界技术生态系统来获取战略优势 佛来明认为科技已经成为控制价值观和影响力的战场 他举例中方寻求利用央行电子货币来监察用户交易 并以此避免未来受到 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的国际制裁 他又提到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 可能包含强大的反卫星威力 是吗? 可能而已 我只是引述他 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说的 一旦发生冲突,可以不让其他国家进入太空 当然,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佛来明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强调中国发展科技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不论对谁都不构成威胁的 抱守中国威胁论,挑动对立对抗 是选人又害己的 好,接着我再讲一个 是否这是经济的新闻呢? 多谢你打听阿风 多谢你打听阿风 多谢 腾讯时隔五年 再控诉OPPO不正当竞争 10月11日 企查查讯息显示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括好深圳有限公司新增开庭公告 被告是OPPO广东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广东宽泰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尝尼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按游是不正当的竞争 该案将在10月19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你们有多多人用OPPO? 我也有些朋友用OPPO 我有些西人朋友 Vivo呢? Vivo也差不多 但比较经常见到的是华为和小米 是的,小米是值得用的,这也是事实 在今年5月,腾讯刚刚在济南市中院 起诉了另一家国内的手机厂商 就是你刚刚提及的Vivo 按游同样是为网络不正当竞争的部分 此轮的控诉是腾讯、应用宝、指控Vivo 利用手机底层系统的优势 通过拆入弹窗、文字、按楼、设置风险、检测等方式 即限制用户、正常下载应用宝 以及通过应用宝下载安装应用 同时也有道用户到Vivo自带的应用商店 下载或安装应用 因此获得更多流量和商业利益 在5月20日开庭之前 法院已作出行为保存、文字裁定、要求Vivo 立刻停止在Vivo手机上 已插入弹窗、文字、按楼、设置风险检测等方式 防外应用宝、应用正常运行 以及通过以上方式 为Vivo应用商店导流的行为 现在腾讯起诉OPPO一案 是不是类似Vivo的案件 暂时未知 但手机应用商店的流量、入口、属性 已经使其成为腾讯和手机大厂的必争之地 当下在微信内部打开某个外部连接 应用宝就立刻彈出来了 而Vivo的应用商店 你去搜索应用宝 则会被温馨提示 如果你使用自带的应用才会比较安全 嗯... 听上去好像有些少少 你拆我台 我又不让你用 你又限制我 我听上去就是这样 当然这两个手机我都未用过 小米就用过一下 因为我是用惯这个iPhone 其实都不太好 因为你用了苹果东西 你一生都要用苹果东西 我觉得就是这样 很难拆掉铺人 好像自己在吃胡椒粉 拆掉铺人 你先继续说 你继续说 我就觉得 其实呢 我也说回这件事 其实呢 现在呢 市场上就有人说 不是好像 这个苹果iOS 苹果iOS的生态 整个生态比较封闭 其实Android手机 因为它很多是 这个是 应用渠道比较多 百花齐放 所以 谁都想分一杯羹 其实各大手机品牌 你说得对 他想争夺市场份额 无可厚非 但是 希望是一个 叫做 良性竞争 还有 我记得当年 苹果也有告过三星 说他抄他的应用 是啊 其实呢 还有一六年的时候 小米和这个 360 当然不是指香港那个 360 亦有过曾经 互相起诉对方不正当竞争 当然 最后来 360方面 最后来 最后来 双方 都是以不尽竞争 将对方告上法庭 但是金额就是二千万人民币 这些东西 说真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为了令大家知道 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搞我 其实一说起 现在外交部发言 有没有听过一首《涂星依旧》 有没有听过一首《涂星依旧》 我经常想起那首歌 怎么重复昨日的故事 这一张 《涂星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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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 我经常看到 《涂星依旧》 当然是 那个发音一样 这一节 先来到这里 好吗? 再说多一点点 最后一个 轻松一点 都不轻松的话题 是的 这个个人 都不轻松 对他来说 不个人的 我们宇宙最强是谁 神秘师 丹耶 是的 恩子丹丹耶 最近他主演兼监制的新片 叫做《首救》 在本月初 国庆党期上演 谁知道 经过8天之后 票房仅仅收到1572万人民币 是的 很差 同党期作品之中是包尾的 预计最终票房可能达不到2千万 如果和电影院拆帐之后 估计最少会蝕多少? 我给你猜 2千万 蝕五千万 没那么少 蝕1.8亿 哇 但是他自己的片酬也计算下去 还是不知道 可能都要计算下去 都是制作成本来的 嗯 在兵党期里面 就说 恩子丹丹叶的形象非常深入民心 但是明年就会崩禄 他就进入六岁了 这么快? 真的不知道 看不出 恩子丹很早出道 他第一套 应该是80年代 是叫情逢敌手 不懂 很早出道了 然后到了90年代 当然那套情逢敌手 票房也是一般的 到了90年代 如果你有印象 就是在李廉杰主演的王飞鸿系列里面 不是 王飞鸿 他是扮演一个朝廷名官 用这个布棍的 我记得记得记得 但是一会儿就这么多做 很短 是 他做主角 很强势地再无起 都是要去到 正幕闻 不是 夜闻 电影 我只知道这个阿士也挺好看 只是无可党 原先我正母英雄 我觉得挺好看 但是 那奈何 阿士的影响力 就不够 无线态 只可以这么说 那个时候 由于丹爺叶文的形象 太深入民心 他想转型 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举动 所以 今次就尝试在首构这部电影里 挑战全民戏 全民戏 全民戏 没有这个动作场面 文艺片 那文艺啊 真正的说 不是很适合他 靠演技来演出 令到不少网民都大赞他 演技大爆发 将父亲这个角色演绎相当到位 但是 有更多人提出 剧情很尴尬 很牵强 整体来说 可汗性不高 他们只想看动作场面 也可能因为这样 导致这个入场的号召力 非常不足 所以今次是 在国庆档期内 包尾 这种预想 人家也是想着 这个是动作片 说真的 因为他 真的实在太过 深入民心 就是这个 没有打片 真心地说 你又很难怪人 真心地说 我想 这个也是动作片 演员的 困难 很难是 breakthrough的一个点 你很难有任何突破 因为你一生都这样 你叫啊 这个 防善龙大哥去吧 他真的叫防善龙嘛 你叫啊 成龙去 其实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成龙大哥是拍过那些 非 玻璃樽算不算 不算 我也不算 很早期 很早很早期 他也有一些 涉及这个 劇情片的演出 但是 那一套是叫 龙的心 是跟 洪金堡大哥一起演的 但是洪金堡 发挥给他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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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金堡 反而反而 做一些 文气都OK 反而觉得 是不错的 洪金堡大哥 在里面 那时候应该是第一次 扮演一个 比较 智商比较低的角色 和成龙是飾演兄弟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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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是大爆发 我觉得 那套做得好 好 今节应该差不多了 是吧 差不多了 好 听听歌吧 有 有 你之后 空空抱紧 我这双手 告诉我 为何别了我 就算错 亦有因果 可惜想不到爱的错 为何你要我 来成受过错 怕再迟 埋头思想到什么 哦 没有 你之后 冰半冷水 潑向空后 那次你 泪流望向我 并说我 难以触摸 得不到痴心的一个 明瞭我过往为何做错 怕再见时不想说什么 换来这后果 没有 向你刚出我心内受 看似我并无内疚 让你告别远方走 没有 回头只懂得放适控扣 闭上眼泪还忧 而我找一个藉口 分手